一辆接一辆的巴士星期四开始陆续进入阿勒坡东城 载着近万人离开这个曾经烽火连天的战地 以摆脱两军交火引发的大屠杀梦魇 没想到这场撤离行动才进行一天 叙利亚政府星期五突然喊停撤离工作 并指控叛军违反撤离协议 除了向撤离巴士开枪还企图扣押人质 撤离工作和实惠重启依然充满未知数 初步估算还有成千上万人困在围城中 土耳其当局出面强调已经和伊朗洽谈中 希望尽快恢复撤离行动 在撤离行动胎死腹中前 反抗局已经加快撤离速度 至今已经有85户家庭顺利抵达伊德利普营地 人权观察组织预计已经有8000多人撤离围城 包括3000多名战士和300多名伤者 自内战四年前爆发以来 阿勒坡城市从此就被一分为二 如今面对政府军的强烈攻击 叛军节节败退 但苦得依然是百姓 反对派空之地区霍姆斯和伊德利普 昨天就有上百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 除了促请总统阿萨德下台 也要求尽快让受困围城的平民恢复自由 在南非典离的地方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指出 正在和土耳其合作开启 希腊轮叙利亚和平对话 计划让叙利亚当局和反对派之间谈判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